有這個專案是因為我們覺得 其實台灣跟美國之間互動的關係是重要的 再來是我們可能希望讓美國他們政府在做什麼 我們可以了解的更多 然後更開放更透明 然後我們也可以去看到 有很多在美國的台灣人 或者是在美國關心台灣的人 他們是很努力的 然後也希望增加一些不同的一些國際的觀點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常常看到 有不少人對美國跟台灣之間是會有一種被利用的感覺 那我們希望提供一些整理美國國會相關台灣的法案 讓更多人去了解 其實有很多的法案正在為台灣在國際間的關係去做努力 那這個專案的誕生是從2015年開始的 那個Jerry跟Robin 然後後來有參加2017夏天的海胎青黑客頌 那2017年的秋季有得到這個G0V的獎助金補助 然後2018年的夏季跟ACT合併 那我們目前就是有編輯的工程的跟ACT的自貢 那我們目前的成果就是有一個粉絲專頁 就叫美國國衛台灣觀測戰 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這個粉絲頁 YA 謝謝 那如果沒看過的可以幫我們掃QR Code來追蹤按讚一下 那我們從17年到18年是幾乎沒有人 那我們現在19年有大概7萬多個粉絲 然後我們主要的觀眾是18歲到44歲的民眾 那我們觀看這個粉絲頁有不少就是來自台灣的人 然後像台北是主要第一名的 那台南也在第五名 OK 然後我們有得到一些媒體的報導 然後 然後也有去專訪 然後去美國之音的海峽論壇 然後跟沃草還有蠢的合作 那我們上面主要是我們的這個網站 是我們的本體 專案的本體 有興趣的可以掃一下QR Code 那另外的是在上面可以看到法案 以及支持這些法案的議員 那也可以看到我們針對一些最新的法案進度所撰寫的文章 那也可以看到就是支持這個法案的人 他們在地理區域上是怎麼分佈的 那如果你是剛好在這地理區域上 有投票權的人 你就可以去支持這些支持台灣的美國議員 那你也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我們也嘗試就是一些新的內容型態來幫助大家 可以有潛入深的更親近的去了解 所以我們有開放間直播過 然後也有去訪談就是八個不同黨派的代表 關於台美的互動 那就是我們接下來還有新的計畫 可能會做Podcast還有網站的改版 謝謝 那歡迎支持我們 謝謝